標準單位一層六火 佔了四火的是實用面積三百多呎的一房單位 驗樓單位這類面積最小 只有339呎 擺位上還有最多主力牆 這一幅是主力牆 這一幅都是主力牆 主力牆有一半會計入實用面積 上至單位有沒有更加縮水 量度一下就知道了 結果樓價950多萬 買到的內櫳面積只有245呎 是實用面積的七成二 比一般標準縮水一成 睡房有個大窗台 足足有18呎 開席上睡房連窗台更大一個廳 我想它主力都是給你自己一個人用的 所以房間是要做大一點 讓它舒服一點 反而聽來招呼客的作用 可能就不太重要 無論廁所還是睡房 全部都用完拖門 廁所還可以煮客廁兩用 為了省位廁所做了兩道門 這一邊是客廁 開一邊門就是一個套廁 烏門省位 不過有時可能弄巧反絕 這個睡房的門就是烏門設計 它這樣烏 但其實這樣烏就有個不好處 因為它阻礙了這幅牆 令到你如果想把一張床放進去 你就不能夠放到這麼貼邊 不過大廈有一邊緊貼隔離 46年的舊樓基華樓 開不到窗 結果雖然單邊兩戶 都是實用超過600呎的大單位 但F室這幅牆身沒有窗 隔不到兩間房 只能夠做一間特長睡房 較難擺傢俬也局限居住人數 最後一夜 最後一夜 你終於看了 有一次 大叫最伴障 那一夜 最伴障 國母的影片 稍為